你好,我是劉乃霸 今天呢是6月15號,6月中 那每個月呢,大概在月中的時候 我們都會收到一封這個 LINE LINE的公司呢寄來的這個 發票 那什麼發票呢?就是有很多人 我會問說,我每個月繳那個 推廣方案,就是LINE AT生活圈的 推廣方案,要798塊嘛 最低門檻798塊 然後,他每個月就會寄一張發票給你 那,寄發票有什麼好處呢?就是 買售人,就是 升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我們 公司的名稱嘛,那 可以抵稅,就是這樣 那如果開公司的話 你用公司名字去申請 那發票就是開公司名稱 那我們就可以去 抵稅嘛,對不對 好,那寄來的這封信裡面呢 這個月多了一個東西 就是這幾個東西 那這幾個東西呢,我要特別 講一下他有什麼好處 以前 以前我都忽略這些東西啦 這個叫做撫銷品 撫銷品,為什麼我忽略這東西 因為我沒有實體的那個店面 我不是在賣那個吃的東西 或者是 賣書啊,或者是賣那個 書店或零售店之類的 店面,也不是在做小吃店 所以我比較忽略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我現在會重視這個東西呢? 因為撫銷品這個東西齁 在一般實體店面的話 其實是比較有效果 比較有效果,真的 為什麼呢? 假設你的店面啊,就是貼一張這個東西齁 就貼在你那個玻璃 玻璃上面 譬如說你是書店或是你店家 然後你貼在那個玻璃上面 那上面就寫你這個店家的名稱 那下面就寫你的LINE AT ID 寫在這邊 那有什麼好處呢? 呃,因為他上面已經寫 立即加入好康即將立即來齁 假設你今天是一家 完全不懂美工的商家齁 完全不懂美工 那這個很方便嘛齁 其實他雖然沒有很漂亮 但是他很醒目 因為這是LINE的 他們的特殊顏色 就是綠色跟白色的組合 然後上面又寫個LINE AT的生活圈 所以一般人呢 只要看到這一張紙的話 大部分的人都會馬上眼睛一亮 喔!這個是跟LINE相關的 那你就算不會美工的人 反正免費的嘛 LINE公司寄來的免費的 Fu Shopping嘛 那你就自己貼在你的店家上面去 那就有可能人家會因為這樣子 路過的時候就加你的LINE 然後變成你的LINE的粉絲好友這樣 好!然後 喔!像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是那個 把它摺起來齁 把它摺起來然後變成 三角形的形狀 那這邊他有附一個 雙面膠 雙面膠 然後把它撕開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黏起來 好!就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擺在哪邊 你可以擺在你的櫃台啊 譬如說你是結帳櫃台 你做小吃 或者是不管反正做書店或小吃 那你有結帳櫃台 結帳的櫃台 你就擺在結帳櫃台 那你也可以要求客戶說 要不要那個得到好康啊 來 來那個 加一下我的ID啊 或者是你再細心一點 你自己去把那個QR Code印出來 直接把它貼在上面去 讓你加進去的Scan 掃描一下 然後加入你的好友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是貼紙 這個是貼紙 那你可以把它撕下來 一樣就是把它貼在 譬如說你是小吃店有桌子的話 你就貼在那個桌面上 或者是貼在牆壁上 把它貼在牆壁上 然後還有一張 這次還收到一張這個 就是 親愛的LINE AT店家 恭喜你成為本月幸運得主 LINE AT生活圈團隊特別準備 窗貼就是貼窗戶的 桌牌還有海報送給你 立即擺放於店內 招募好友更有效 這邊有一些 印的一些海報 印的一些海報 那這些撫銷品 像這個是熊大 還有兔兔啊 熊大兔兔的那個 的那個漫畫人物 那這個人物 他其實真的有 真的有好處啦 就是人家看到的時候 很明顯 人家就知道 你這個就是LINE 可以加好友 然後有什麼好處這樣 有什麼好康 立即加入 有什麼好康 這樣 那假設你真的都 不懂怎麼去做美工的朋友 那好吧 你就用這些 他們 LINE公司現成 提供給你的 輔銷品 然後幫你去做行銷 增加你的那個 LINE AT的粉絲數 名單量 這很重要 好這個是 今天可以分享給你的 以前我都覺得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沒有實體店面 我是在網路上賣課程 教書 教課 那如果你真的有實體店面的人 那我會建議你真的就把這些 輔銷品運用上去 我聽說真的 有些店家真的因為這樣子 那他的那個粉絲的收集速度 真的比較快 好那粉絲到底有多重要 我想如果你常在做行銷的人 你應該會知道 粉絲越多你將來 生意就會越穩定 為什麼 你只要群發一個訊息 粉絲有可能就會有 可能10% 20%的人會回流 過來進行二次消費 所以粉絲的數量 真的非常重要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網路行銷八點檔 希望你可以得到更多啟發 謝謝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